身穿黃色球衣的男子 喝了醉醺醺 渾身酒氣 坐在椅子上呼呼打睡 警方到場把人咬醒 他居然情緒激動 一把拍掉警察的手拒絕配合 警察直選行事法第六條 第七條 對方去不得使用搶這裡 從另一個角度看更清楚 眼鏡對方不可配合 三名警察惡化部署 直接把人抬起來 待會派出所調查 但事發地點就在台北大巨蛋 滿場球迷入場看棒球比賽 居然有人酒醉鬧事 通通拿起手機錄影拍照 為了讓球迷享受比賽 舉辦單位特別找來廠商 進駐賣酒 卻有球迷喝到爛醉 也成為大巨蛋啟用以來 第一次有球迷鬧事 把人看得很開心 後面的人就踢你一下 當然會不開心 因為我花錢來看球賽 然後還要被這樣打擾 我應該會勸導他一下 制止他的行為 當時50歲零星球迷 觀看胃泉龍對上中心兄弟 向主辦單位購買啤酒 卻一連喝了好幾罐 時空亂踢觀眾以背 還疑似拉扯前排觀眾肩膀 嚇得工作人員趕緊報警 鬧事的林姓球迷 事後被帶回報復管束 警方到場見林姓 民眾渾身酒氣 且不知所云 為免騷擾觀看球賽民眾 所以將其保護管束 大局的場館自從去年12月開放以來 舉辦棒球賽事幾乎常常爆滿 主辦單位也開放球迷帶食物飲料進場 為了吸引觀眾最近也開始販售酒精飲料 館方強調就是球迷和主辦單位 個人行為他們無法干涉 希望球迷進場都能享受比賽 不要再有脫序行為 華視新聞林志淳 魯熙 特別報導 哈囉 我是林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各大賽者 coastal開啟子 zeg Oops �瓊資訊